其實回到年代整點新聞 來看到日前新北市中和 發生了一起墜樓案 那麼深入追查之後 發現這一名墜樓的男子 明明是補習班的負責人 但是私底下卻是 未成年色情影片網站 創意私訪的會員 他更涉嫌偷拍補習班裡面 未成年學生的私密影片 日前遭到警方拘提 但過沒多久竟然就發生漢事 那麼如今他的過往歷史 也都被挖出來 兩名女子面無表情 快步走近想掩飾 他們分別是 屬性死者的媽媽和妻子 日前檢警查出 死者在創意私訪 曾上傳未成年偷拍影片 遭到警方約談 只是屬性男子 明明身為補習班負責人 私底下卻是創意私訪會員 甚至利用職務 執變儀式偷拍學生 還有人發現 他在PTT網站擔任版主 平時負責版物管理和舉辦活動 在網路上相當活躍 但在遭到檢警約談後 卻再也沒有上線 最近的上線是七月十七號 就是他被剪掉 具體的時候 這個帳號有印象 是在登出畫面 然後版物站長 他上面就會有秀那個 等到親友得知消息 卻已經為之遺忘 蘇姓男子也讓外界質疑 他會不會利用版主權限 查詢他人隱私 可能也沒有辦法看到 帳號的狀態 因為他上面有寫 他是版物站長 那版物的話 就是比方說 他可能會想要舉辦一些火種 炒一些熱度啊 這起事件發生在新北市中和區 證明蘇姓男子 因為涉入創意私房案件 十七號遭到警方拘提 並查扣相關電子設備 後續無保請回 沒想到十九號早上十一點多 警方到家訪查 暗門林卻沒人回應 離開後 蘇姓男子的老婆 突然聽見巨響 才發現丈夫醉樓緊急報警 不認識 沒印象 是他家人報警 根據了解 蘇姓男子在大業大學畢業後 就創立補習班 目前整起案件由中檢指揮 破解暗網電子紀錄 發動北中南搜索 一共帶走涉案的四十多人 雖然醉樓發生憾事 但利用孩子學習場所 涉嫌偷拍就是不對 記者中文報導